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一百年后 大家肯定都还记得牧丹 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 大家都知道 周杰伦的歌词大都出自大师方文山之手 陈年这样说 言下之意 就是说牧丹的才华要捧帅方文山几条街 至于才华不及方文山的大师们更是不在话下 那么 牧丹是谁 他为何能得到陈年如此高的推崇 陈年大赞牧丹 并直言周杰伦式垃圾牧丹本名扎梁正 虽然生于天津 却属于海宁茶室家族 根金雍是同族堂兄弟 并且年长后者六岁 扎梁正年仅十一岁时便考入南开中学 并从那时起便开始创作诗歌 1934年 年仅十六岁的扎梁正将茶信上下拆分 曲目与目的谐音 开始将牧丹作为自己的笔名 继遇破效之意 四年 牧丹考入清华大学地制系 半年后又改读外文系 不久 七七事变爆发 牧丹被迫跟随学校辗转于长沙 空明等的 最终在新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就读 在此七点 木丹有感于国家的残破和日寇的迁徙 怀着愤慨激昂的心情 大量创作爱国诗歌 其中包括合唱 房空洞里的抒情史 再美的 无不已规模宏大 激情澎湃建厂 木丹本名扎梁正 是金庸的堂兄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 木丹在系统的接触 学习西方现代诗派的风格后 将其与中国诗歌的传统结合起来 使得诗风更加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 由此成为九夜诗派的代表人物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 木丹便寄身于最著名的诗人之列 可与徐志摩其名 文艺多在编写现代诗超时 曾将木丹的诗衣首诗选入其中 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 由此可见对他的推崇程度 木丹诗作的水平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研究其艺术风格 诗学传统 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 成为当时诗人和评论家中 屈之若物的工作 而他的众多诗作 也由此走出国门 1952年 美国著名诗人克里克莫尔 在编选世界名诗库时 曾将木丹的两首英文诗选入其中 而同时期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 只有和其方 木丹诗才极高 可与徐志摩其名 1940年 已在诗坛声明确起的木丹在大学毕业 然后留校担任助教 负责续勇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 然而山河破碎 战事方言的现状 哪里能让这个满怀报国之志 的青年人安心执教 所以在两年后 木丹便依然投笔从容 加入中国入勉远征军 并以宗教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 负免作战期间 木丹亲眼见证了滇缅大撤退的惨状 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伏并前行 并踏着雷雷 白骨 才侥幸逃出猛兽成群 独从遍地的野人山 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让木丹永生难忘 事后还专门创作了一首 名为森林之魅记胡康和尚的白骨的师座 对长眠与此的战友满怀七创调念之情 木丹曾参加中国远征军 并随军穿越野人山 从缅甸战场斩转回国后 木丹脱离军队 起初做过小职员 后来在沈阳创办新报 在度过几年不安定的生活后 木丹于1948年开始 在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就技术 美国新闻处工作 并于次年自费留学美国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 俄罗斯文学 在留学期间 木丹与在生物系留学的周与良恋爱 结婚 1952年 木丹在芝加哥大学毕业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并得到在美国留校执教的机会 然而身处美国的木丹 却始终牵挂着大梁彼岸的祖国 于是在1953年 夫妇二人从美国经香港辗转回国 并在南海大学执教 其中 木丹担任外文系副教授 致力于俄 应诗歌翻译 而周与良则担任生物系副教授 木丹在美国与周与良相爱 结婚 然而木丹的诗歌创作 研究工作并未持续多久 便因为当年参加过远征军的经历 遭到审查 迫害 不得不中断诗歌创作 改而从事翻译工作 经木丹之手被翻译过来的著作很多 习用词之典雅好就 内容之准确合理 达到极高的水平 以至于连王小波 都有中的称赞木丹的一作堪称最好的文字 是其位偶像 1975年后 木丹被允许恢复诗歌创作 然而这过程并没有持续多久 1977年2月26日 时值春节期间 木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享年59岁 随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两年后 木丹被平反 但对他及其家庭来讲 却是为时已晚 木丹晚年与着父母的合影临终前 木丹在一首名为名响的诗中道 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而如今突然 面对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自顾 只见他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云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